我是工田皮革部部長 帶人手 醫師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大概就是 大家對耳鳴的一些迷思 大家就覺得耳鳴可以治療嗎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先講一個概念 到底是耳鳴還是腦鳴 第二個耳鳴的這個可以治嗎 還是他是不治治病 一般現在治療耳鳴常用的就是給他銀杏 通血路的V群 或者就說跟他做朋友 那我今天大概跟各位分享的第一個就是 其實耳鳴應該把它想成是聽覺系統的疼痛 你如果把它想成聽覺系統的疼痛 來了解耳鳴就比較簡單了 我們在2019跟台大光田跟台大 我們有辦一個全世界的一個世界耳鳴會 在台灣 這是第一次在亞洲辦的一個世界耳鳴會 來了非常多的專家 應該有將近700個專家 可是你會發現這些全世界在研究耳鳴的專家呢 有一半的專家是不看耳鳴的病人的 他們只做動物實驗 讓動物產生類似耳鳴 然後做好多研究 另外一個就是看耳鳴的醫生基本上都不看暈眩 這是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盲點 所以我參加這個耳鳴會全世界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你去的都是一群醫生只看耳鳴的 然後呢我下禮拜要去上海講暈眩 那上海全大陸看暈眩的醫生呢 他們也都不看耳鳴 所以看耳鳴的醫生跟看暈眩的醫生是完全兩類 可是呢我們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 如果你不會看暈眩你應該就不會看耳鳴 因為兩個其實是雙胞胎 我以前常講看暈眩的醫生一定要會看頭痛 因為頭痛是暈眩最常見的一個來源 等一下我會講這個原因 那在2015 2016的時候 其實我就開始提出耳鳴的文藝復興 也就是說其實耳鳴不要把它當作一個病 他應該去找他背後的原因 所以有很多原因是很明顯的 像更年期啊 像呼吸中止啊 像偏頭痛啊 像焦慮症 這應該就是四大的一個主要來源 你應該針對他背後的主要原因去處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還是一排一排的子彈在打疾病 你還是沒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去解釋耳鳴這些病人 哈囉 下一張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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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耳鳴是救命的警鈴裡面 現在在提說 這個耳鳴其實 它只是身體的一個警告器 也是一個靈魂的村口 然後呢 看耳鳴其實要跟暈眩是一起看的 好 那大概在2017年 2016年左右 大概有醫學就在發明說 耳鳴其實是有個開關在中 叫阿控門 我們只要把這個阿控門調理好 你的耳鳴就可以關住 然後這個阿控門呢 基本上跟睡眠跟情緒跟智力神經系統是息息相關 好 在這個理論之前 2017之前 我們所有的全世界的專家 跟所有的人 看耳鳴都是從耳朵開始看 一定要有一個導火線從耳朵來 然後呢 產生信號 到大腦皮脂 中間經過阿控門 產生反應 因為叫了我就睡不著 我就焦慮 OK 所有的觀點 我們都是從下面去看上面 所以他們在講說 哇 每次耳鳴講半天 沒有人聽懂 為什麼 大家都是瞎子摸像 從 從像 從耳朵去看 然後你去看醫院 他一定做聽力檢查 哇 你這耳朵快掉了回不來了 所以耳鳴就不會好了 大概就限制這樣的一個迷思 那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其實 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耳鳴 你會更清楚 來 佩倫 下一張 好 那 到底是耳鳴還是腦鳴 我在這裡做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假設你的耳鳴的導火線是從耳朵來的 那這個我們把它叫耳鳴 假設你的導火線是從腦部來的 我們叫腦鳴 這樣好不好 很簡單 耳鳴跟腦鳴 在醫學上是同一個字 可是在臨床上 可以分成兩邊 好 那臨床上來找我們 不會好的都是什麼 都是腦鳴 因為耳朵壞掉 產生的信號 大腦如果很健康一定可以趕快關掉 所以這個不是問題 所以臨床上我們看到 有兒子塞住拿掉 有聽神經瘤 有手術 這些可以解決的問題 大概佔一兩成 來找你的 一直不會好的 百分之九十八十 都是腦鳴 那這些人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他們其實基本上 有些會跟陰穴在一起 有些會跟頭痛 有些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聽力損失 他們最大的問題還是大腦 所以是一個過度敏感的大腦 在壓力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會做一個釋放 下一張 所以耳鳴是大腦的壓力的感應器 好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實際上 我們那時候 那些看不懂的 這些腦鳴 耳鳴 主要的問題 是來自於高敏感的大腦 這高敏感的大腦 在以前 就認為耳窩性沒頭痛一定要頭痛 其實在臨床上是相反的 你反而 會耳鳴的病人 他不一定要頭痛 因為他已經從耳朵去做釋放了 他就不頭痛 如果他從暈眩去釋放了 他就不頭痛 所以 耳窩性沒頭痛在臨床上 你會發現 百分之七八十他不頭痛 耳鳴就是最高等級的頭痛 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暈眩是另外一個頂整級的頭痛 所以高敏感的大腦 當大腦壓力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要做釋放 他用什麼釋放 頭痛是最簡單的 這基本型 比較高階的會用暈眩 女生多 大部分都是女生 這個時候 天氣冷的時候 女生的暈眩症 都不勝數 我昨天在大甲看門診 我就算前面十五個 十個都是女生 都是暈眩 因為他們天氣冷啊 大腦受不了了 他就爆炸了 他不用頭痛喔 年輕的時候用頭痛 他們到更年期啊 年紀大一點 他就暈眩 所以這個壓力釋放的激轉 如果你不是看暈眩的醫生 你永遠不會懂得這個激轉 另外一個很有效的就是耳鳴 那耳鳴這些男生多 在臨床上我看最多的就是 足科的工程師 中科的工程師 晚上夜間要跟國外通 打電動玩具的 打遊戲的 晚上都不睡覺 一直燒腦過度的 男生不能暈眩 男生暈眩 在演化的史上 就會被物種消滅 因為你會跌倒 就被吃走 所以男生 會偏向於內建的城市 用耳鳴來出現 那這一類的 我們叫腦鳴 高敏感的大腦 產生的多不多 每天可以看二三十個 跟女生暈眩一樣多 所以它是一個耳鳴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一個高敏感的大腦 它壓力過 我常跟病人解釋 它有點像那個燒開水有沒有 脹脹脹脹脹的程度 是不是要嗶把他放掉 這個就是耳鳴 然後呢 嚴重的時候呢 它甚至會整個釋放 從腦部釋放到 傷害到內耳 所以不是耳鳴去傷害內耳 是壓力的釋放傷害到內耳 輕者聽力是沒有受損 然後呢 中度的影響聽力一點點 極重度的就是我們所謂的突發性耳瓢 也就俗稱的耳中風 所以其實耳中風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 可是這種壓力型產生的突發性耳瓢在門診 是非常多的 那這種壓力型的內耳炎 其實可以叫做耳窩型的偏頭痛 可是它不需要頭痛 好不好 那我們提出這個概念就是說 你如果跳出這個頭痛的概念 來看這個壓力的耳鳴是壓力的釋放器 你一切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好 那我現在要講說 那耳鳴要怎麼樣標靶治療 當然可以有很多藥物在急性期 可以讓大腦清潔乾淨 讓它安神 讓它好 可是長期來講 這種病人 好了一定會再來 跟暈眩症 暈眩症幾乎都會再來 耳鳴也是會一來再來 然後呢 你不管控好 它到之後就變成慢性耳鳴 就是兩年三年 它就一直在啊 跟你一天到晚一直扭傷 一直扭傷 一直扭傷 你會不會一直痠痛 會 它好不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改變你的體質 所以 很多很年輕就開始腦鳴的病人 其實我都跟他講 你這次大腦的內建城市很早就啟動了 你不是找醫生去把這個城市關掉 因為關掉對你是不利的 這個城市在保護你的 你應該想辦法讓這個城市不要一直啟動 你整天在扭傷一直痛一直痛 然後一天到晚一直在爬 做重訓 怎麼可能會好 所以第一個 你要管理你的耳鳴的大腦 這種高敏感的大腦要怎麼樣 其實它最簡單 跟著太陽走 於日三行無聲 你要管控你怎麼睡怎麼吃 因為腸道是第二大腦 所以 這些病人都跟他講說 你早上可以運動 晚上絕對不可以運動 你不要跟我講 你要什麼原因 已經腳全了 就把它退掉 不能做重訓 你們的大腦不適合跟太陽做對抗 你們的大腦是聰明的 是敏感的 可是呢 你的運動一定要在白天 跟著太陽走 中午一定要休息 中午一定不要來看這個 你知道嗎 太吵了 很吵耳鳴會更大聲 所以這裡如果有耳鳴的病人 等一下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好不好 第一個 他中午一定要午休 我常跟病人講說 你玩中午不吃午餐 你去迷一下到廁所 十分鐘 十五分鐘 都值得 你的大腦要關機 你沒有辦法一天開機 連續開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 你不行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就是不行 關機 小關機 可是不要睡著 不要去睡個午覺 睡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因為白日夢不排毒 你那個白天的睡覺 太懲罰不好 第三個 第二個 休息點就是 在下班的時候 不要去煮菜了 我常常跟那些耳鳴的媽媽 什麼 你不要急著再去買菜再去煮 你不行 你叫烏鳴就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又這樣衝來衝去 你不行 你就休息 然後呢 你在下班之前 做一個 閉幕養神啊 靜坐啊 深呼吸啊 讓大腦的 這個交感模式 轉成副交感模式 你就會非常舒服 這是第二個 第二行 第三行呢 就是睡覺 你的大腦每天這樣很敏感 在震動 你晚上產生的那些廢棄物呢 一定要在 十點 十一點就睡著 你的第一場夢 要在十二點以前就出現 所以呢 晚上 你假設晚上八九點才跑去走路走到流汗 你大概五個小時才會想睡覺 你到兩點才做第一場夢 你的大腦不行 你說別人在那邊跑 你就不是別人 你們就是高敏感的大腦 好不好 那你是不是高敏感的大腦 也不用問我 假設你會頭痛 你有暈眩過 你有耳鳴 家人有這個體質 你會焦力 你是神經質的 你常常拉肚子 你常常便秘 腸胃不好 你就是高敏感體質 你不用問我 你自己就可以自己診斷了 這種高敏感體質 睡覺很重要 佔一半 你不好好睡 你就不會好 所以你下午以後 可以喝下午茶嗎 不行 喝咖啡嗎 不行 那些會興奮的食物 就不能吃了 所以你要有一個很好的睡眠衛生 8點以後就不能看南光 手機 電腦關掉 因為南光會影響你的退黑激素 你沒辦法好好睡覺 好不好 好 再來就是如何吃 那高敏感的大腦 跟偏頭痛的病人一樣 他有很多食物是不能吃的 我先講個三個重點 三個C齁 第一個C就是C-Trade 就是柑橘類 柑橘柳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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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你的病人跟雲訓的病人聽了說他不想活了 沒辦法 你就是不能吃 還有一些 醃漬的東西 因為你們腸道很敏感 所以醃漬的東西 所以你們這個叫公主病 你只能吃那個很新鮮的 食物的原型 現做的 處理過的優肉乳 養樂多拉 這些 都不合適 那如果很嚴重的病人 甚至會抽血去查他有沒有食物過敏 我碰過一個女生 他先生是醫生 從台北來的一個可以當明星的美女 他就很特別 他這些3C啊 一日三醒無聲 做的到已經100分了 他已經都很苦惱 到底是怎麼了 好啦 你就去抽一個食物過敏 結果他什麼3C也不吃了 也沒有用 蛋奶他也戒了也沒有用 他後來戒掉什麼 戒掉麵包 他是膚質過敏 他就是膚質過敏 他後來跟我講說 你可以吃什麼米漢堡啊 什麼米蛋糕啊 你的東西做的很多耶 他都去學這個 我說 你這個去哪裡學 他說 台北有20幾家在叫這個 叫米蛋糕 他把所有跟麵粉有關的戒掉就好了 我講的是 這個是最特別的 所以有些 他的標靶在哪裡 他在食物 你那個雷你要找出來 他才不會造成腸道過敏 然後造成大腦過敏 所以 可能要一項一項的去找 他誘發的主要原因 吃 其實很重要 所以整個 我們的大腦的管理裡面 這個比藥物還重要 因為藥物大概可以幫你 度過一段時間 3個月半年 他還是跟著你啊 你大腦的程式 還是有耳鳴的程式在裡面 他不時就被啟動 所以你需要做管理 好 所以在整個治療裡面 睡眠變得很重要了 好 那睡眠真的很重要裡面 睡眠的目的在做什麼 我們說睡眠的目的在做夢 很多病人說 我睡覺都在做夢 我說對 做夢 有夢最美 睡覺的目的就在做夢 在眼球的快速轉動期 更生成睡眠症當中 可以洗腦 所以做夢的目的在洗腦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 像你今天做睡眠檢查 你會發現 做夢大概要做20%到25% 所以你有1 4分之1的時間在做夢 才是健康的 好不好 所以如果耳鳴的病人一直都不會好 我們都會叫他去做睡眠檢查 你可以看他的睡眠結構 有沒有生成睡眠 還有很多是睡眠呼吸中止的高危險缺 他睡覺一直 啊 啊 一直打呼 一直打呼 然後一直缺氧 大腦一直洗不乾淨 然後他本身就很敏感了 又缺氧 又沒有睡好 是不是大腦就更糟糕 我跟你講 那個其實敏感到什麼時候呢 溫度一變 他就痛 不然要溫度一變 只要今天氣溫降低 颱風還沒有來 他就開始叫了 他比氣象台還敏感 女生呢 颱風還沒有來 他就覺得他暈了 冬天就像飄浮的女人 這樣一直 喔 整天不停在暈什麼 好不好 所以他很敏感 所以這種呼吸中止症候群要做 另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下一張 這種飄浮的女人 暈眩的女生 其實 耳鳴呢 也一樣 男生 其實更年期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會 會忘記這個更年期 因為這類的病人喔 他通常會在荷爾蒙變動的時候 女生會在驚奇來的時候 然後呢 會在生完小孩的時候 一大半是大概四十五到五十歲 開始沒有荷爾蒙的時候 然後就百病重生 不是耳鳴 就是頭陰 就是頭痛 然後睡不好 焦慮 恐慌 所有高敏感大腦的症狀 都一起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需要去控制他的荷爾蒙 男生跟女生都一樣 所以荷爾蒙的補充療法 對這類的病人 其實是重要的 你不可能一直給他吃鎮精劑 安眠藥 讓他進入一個 會上癮的問題 好不好 所以更年期的耳鳴 其實是重要的 另外 這些病人喔 今天我剛剛去看一下 都在講基因對不對 其實我都不用做基因檢測 我每次跟病人講 他就說我怎麼那麼省 會算命 因為我就說 這種病人很高敏感的 第一個 他腸道一定不好 這胃酸逆流啊 拉肚子或者便秘 叫標配好不好 每個都有 你不用問 一定有 這些病人呢 十個 大概有十一個 都是低血壓體質 然後呢 最扯的就是 這些女生 這些男生 因為他常常焦慮發作 不舒服發作 去急診 養過一次血壓升高 就叫高血壓 然後呢 不死的一直在吃降血壓的藥 你叫他停 他都還不甘願 我就說你高血壓的藥吃有很高尚嗎 為什麼要一直吃 不行啊 不吃會中風啊 我就說你停掉看看 都是低血壓體質 可是呢 一直在吃降血壓的藥 所以其實看耳鳴跟暈眩的病人 我們最常見的人做的事情 不是給藥耶 最常見的事情是停藥 停掉所有的藥 可是這件事情要浪費很多時間 你要叫病人吃藥很簡單 寫一下一十秒鐘他就出去了 你叫他不吃藥可能要講半個小時 他都很不甘願 可是呢 高敏感的病人他就很焦慮 他就覺得沒有吃藥 可是這藥常常造成他更頭暈 更頭痛 更耳鳴 下一招 這種高敏感的 我常講他們叫乳乳 然後這類的病人他有個特色 你注意看喔 這類病人他很容易出家 你知道嗎 他們高敏感他們出家就過得很舒服 因為環世間很吵 你看他要參加醫療館 好吵喔 可是他去那個山上啊 中台餐是林農林農 他就不生病了 我想真的 在林農上 這些出家的方丈師傅 非常多 我覺得他們的比例應該高於正常的 兩倍到五倍 因為他們會比較舒服 所以他們叫復仇者聯盟 他們容易頭痛 容易耳鳴 容易頭暈 然後他們很敏感 有些也會算命 然後呢 天氣變他們就自大 所以他們是女巫俱樂部 這種高敏感 你知道嗎 下一張 好吼 所以這些跟耳鳴跟頭痛一樣 然後呢 這些東西不如吃對不對 最重要是光電產品 你說我耳鳴 我看手機有怎麼樣 我說會影響 頭暈也會影響 你知道嗎 我們的眼睛 每一次用到一次眼睛 就用到一次耳朵 眼睛跟耳朵是 每一秒都在用 現在我要看 你們要看清楚 不要固定視覺 是靠內耳的潛艇原反射 把它固定住 不要看眼睛也是 所以每一次用到眼睛 就用到耳朵 你看手機越近的 用得越多 所以你的內耳的那個 用電量其實很快就 你不要以為我今天都沒事啊 我一直看手機 你用很多耳朵耶 那他到爆亮的時候 就是頭暈 不然就是耳朵 所以光電產品的使用 要嚴格限制 一次三型無聲裡面 其實光電產品 你記住 每一次眼睛就用到一次耳朵 所以你耳朵暈眩 當然光電產品要用很少 我大概簡單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今天大概要有一個概念 第一個 臨床上 當然有一些可以開刀的 有聽神經 有診斷BNR 有耳屎很簡單的 有的可以手術 耳聽小骨硬化 這些其實佔整個 來求醫的耳鳴的病人 其實不到10% 50%甚至到80% 90%的病人 都是不明原因的 都不是耳朵來的 耳朵看都正常 神經值的 神經值的啊 沒錯 對 對 他的高明感到老 你不用問我就知道 那現在這些高敏感的大腦 產生的耳鳴 導火線都在大腦 都是壓力型的內耳炎 所以即興耳鳴 聽力有點損失 甚至到突發性耳籠 基本上是高敏感大腦的 聽覺腦區跟內耳發炎 所以這些都會被當成 耳中風其實是幾度不正確的 然後有的甚至還做耳內注射 或者做高壓癢 我都覺得會造成二度傷害 所以其實我都不太建議 這些已經受傷的 壓力引起的內耳受傷的 去當做高壓癢去治療 以為他是血管不通 不太合理 或者耳內注射 應該從大腦來處理 由上而下 所以男字型的耳鳴 基本上都是大腦先出問題 造成內耳受傷 內耳受傷又產生耳鳴 又傳到大腦 所以他是一個circuit 所以不容易好 可是不容易好 如果你精準的找到他的標靶 找到他的原因 一個一個把它調理 其實耳鳴幾乎都可以治療的 好不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耳鳴跟腦鳴的區別 還有大腦的壓力感應器